一顆顆飄著香氣的芒果即將要變成 日本國中生的營養午餐水果 日方跨海送來感謝 原來2019年的時候 當地的學童就有吃到從台灣送去的香蕉 當時造成的轟動 每年的5月11月都會固定採購 日本的學童吃過了香蕉鳳梨之後 決定在嘗試現在最夯的台灣芒果 日本的小孩子不知道台灣的芒果 所以這一次有4個學校2500個學生 在7月14號會吃到台灣的芒果 香噴噴的玉井芒果今年的產量並不多 市場上搶手 但是中國管轄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三天內亮度公告 台灣芒果驗出新冠病毒 讓台灣農民氣炸直說是被針對 不過對果農來說 現在最大的煩惱是內銷搶手供應完全來不及 以前我們國內市場 我們的14、15例的大概賣個500塊 武漢運費就是在這邊產地的時候 今年我們賣到900塊 而且還是缺貨 415公噸這個是占第二位 占目前台灣出口的21.4% 那第一位是香港 香港是1034公噸占53% 那第三位是韓國 占377公噸 目前芒果外銷最大中的是香港 接著是日本和韓國 被澳門媒體報導的確診芒果到底打哪來 龍良署表示 根本還沒有收到相關的文件 是否要打壓台灣水果 還要觀察 三天新聞王少宇 朱宇蓉 談談報導 明天新聞王少宇 朱宇蓉 明天新聞王少宇 朱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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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新聞王少宇 朱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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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宇